大家好,我是吴明老师,感谢您观看本集节目。 十二生肖流年整体运势预测系列影片,主要是因为十二生肖的运势分析非常适合帮助大家,规划趋及避凶上的需求,且内容浅显易懂。 这个系列将会把每个生肖独立成一集发布,最后再将十二生肖的运势总合成一部影片。 提前发布也能避免排在后面的生肖朋友们等待过久。 在这系列影片中,吴明老师将依照各生肖在命宫、夫妻宫、财博宫、极恶宫、关禄宫的变化,详细说明整体流年运势。 我会为大家带来十二生肖的完整运势分析,并在每个生肖运势预测的最后,特别提醒男命与女命在2025年以四年的趋级避凶方法。 请大家一定要观看到最后哟。 自从吴明老师频道在2023年5月重新改版以来,真心感谢大家对免费6小时学会紫薇斗树这部影片的支持,影片正式突破15万次的观看。 每周三晚上9点,吴明老师都会推出一系列关于紫薇斗树教学的新影片,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支持点赞、分享,并开启小铃铛通知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集影片了。 此外,我们热切期待大家踊跃使用超级感谢的赞助,来支持吴明老师频道的不断进步,让我们可以提供更多优质的紫薇斗树教学影片让大家免费去学习。 接下来,吴明老师将为大家揭开2025年以四年十二生肖流年整体运势预测的神秘面纱。 紫薇斗树流年天盘运势预测 这几年来,常有同学在观看吴明老师的流年运势预测时,询问为何影片内容中的主心位置与自己命盘上的主心位置不同。 这是因为吴明老师是站在天盘的宏观视角来分析流年运势,而非仅以个人命盘为基础。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,各种人、事、时、地、物都在这个空间里相互作用。 除非你完全与外界隔绝,不接触外面的世界,否则这个世界的能量必然会对你产生影响。 即使在现代社会中,足不出户的人也会受到网络资讯的牵动。 因此,用天盘来分析各生效的流年运势会更准确,因为它考量了更广泛的环境因素和集体能量场的引动。 由于我们是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流年运势的发展,而每年流年的四化大家都一样,但流年四化却是影响这一整年每个人的运势。 反映了人在这个世界中无法脱离环境影响的事实。 另外,流年天盘叠加到本命盘的某一宫位时,可以揭示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因果关系。 然而,最关键的是每年流年的露存星、秦阳星、陀螺星的位置。 这些位置与你本命盘上这三颗星的位置不同,因为这正是你今年所面临的机会、风险与功课所在。 因此,流年露存星、秦阳星、陀螺星对整体流年运势的影响会更加直接。 所以,用流年天盘来分析流年运势,是最能准确掌握运势发展方向的预测方式。 这样的分析更是将个人运势放入宏观环境中进行全面观察,从而为每个人提供更具准确性的运势方向指引。 至于所谓天盘是如何排出来的呢? 其实很简单,你只需根据要论运势的时间点来排盘。 以2025年以四年流年运势为例,只需在文莫天机APP中输入难命。 2025年农历1月1日子时,设定上把子时视为次日,会更加准确即可排出相应的天盘。 当然,你也可以以此类推,排出流月、流日、流时、流分、甚至流秒的天盘。 利用天盘来预测运势,并参着自己本命盘的迭工走势,基本上就能达到流年趋吉避凶的效果了。 因此,无论是流年还是其他各种运势预测,无名老师都会以天盘为基准来进行论述。 希望上述这样的说明,能帮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天盘预测流年各种运势的基本观念。 属鸡的生肖 2025年已四年 流年运势分析 2025属鸡的同学这一年在外容易受到瞩目,表现机会多,特别是在公众场合或职场中光芒四射。 由于天玑星化路的加持,双路显示裁员丰厚,象征着收入增长,机会不断。 然而,这一年同时也受到太阴星化剂及空结双煞的影响。 这代表虽然裁员充足,但才来才去,难以留住。 属于劳碌奔波的一年,甚至会感觉忙碌之后收获有限,未能完全达到期待。 属鸡的同学需要格外谨慎规划财物,特别是要避免不必要的支出,做好长远的财务安排。 此外,留年中受太阳星影响,出门在外多有好机遇,若能结合天玑星化全的能量,与贵人合作,尤其是年长的贵人,将会有助于提升地位和事业发展。 但要注意与人相处时避免过度自负,以免因为太阳星过望而引发人际冲突,对长远发展不利。 2025年也会因为天玑星化露的影响,适合开拓新的领域或学习新技能,将会为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础。 这一年属鸡的同学应更加注重健康,因为过度奔波可能导致身体疲惫,建议适当休息调整,保持平衡。 属鸡的同学,留年天盘各主要功为留年运势,预测如下。 12生肖留年运势,天盘命功 属鸡的同学,2025年留年天盘命功为空弓,三方四正虽有天玑星化露,吉露存星,两颗露星,裁员不缺。 天良星化全亦带来长辈的支援与帮助,但因为太阴星化剂与空结双煞的冲击,这一年仍有诸多不顺,劳碌奔波,却收获有限。 命功空弓又逢煞季冲破,意味着今年可能会有目标不明,方向不清的情况,且内心难免会感到烦躁,过程中感觉诸实不如意。 即便长辈或上司提供支持,也难以完全舒缓这种不爽的情绪。 另外,对弓牵一弓有火星加持,虽然表面上在外表现的风光,能力出众,甚至备受瞩目,但背后容易遭遇小人或暗地里的非议,需格外注意人际关系及背后的言语攻击。 今年在外的发展虽然有一定成果,但心里仍感到无法完全满足,需加强自我调试与内心的平衡。 2025年对暑记的同学来说是一个外表风光,内心挣扎,才来才去,一劳而无功的一年。 12生肖流年运势 天盘夫妻宫 暑记的同学2025年流年天盘夫妻宫又是空宫,这表示今年在感情上可能会缺乏动力,对感情的投入较为冷淡。 再加上又逢太阴心化剂的影响,让感情预示更加低迷,难以建立稳定的关系。 三方四政虽然有天摇心及露存心的助力,表明会有不少机会或他人介绍对象。 这些对象可能年龄比你大一些,但由于空结双煞的干扰,对这些感情机会兴趣不高,难以引发热情或深层的互动。 桃花虽然来来去去,但终究没有实质进展,你会感觉这一年在感情上比较被动,甚至经历一些莫名其妙的恋爱经历后,还是处于较为压抑或不爽的状态,让感情生活显得有些空虚。 这一年建议专注于其他领域,或是重新整理自己对感情的期待与需求。 12生肖流年运势 天盘财博宫 天机星化路做流年天盘财博宫,象征2025年暑计的同学在财运方面会有稳定的收入,但由于对公的太阴星化剂以及空结双煞的冲击,这一年财运上还是容易出现破财的情况。 尽管有路存心的加持,表明会有两种来源的财富,这些收入可能较为稳定,但流入的速度较慢,甚至让你感觉财富累积进展缓慢。 值得注意的是,今年的财运可能要等到农历7月15日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或收获。 在此之前,会觉得财来财去,无法积存太多,且经常因突发情况而不得不花钱,使得这一年财务上显得有些莫名其妙,难以掌控,感觉像是在辛苦忙碌中度过。 建议在这段期间保持谨慎的财务规划,以免过度破财。 12生肖流年运势 天盘极恶功 七杀星与温曲星 秦阳星同坐于流年天盘极恶功,显示2025年暑期的同学需要特别关注自身健康,尤其是肺部、骨骼以及牙齿的状况。 七杀星代表顽固与持久,可能意味着潜在的慢性疾病逐渐显现。 而秦阳星的影响则暗示可能会因意外或压力导致身体健康的损伤。 这样的组合也预示着与血压,糖尿病相关的健康问题需要密切注意。 除了身体方面,情绪压力也会对健康造成影响,因此保持规律的作息与健康的生活习惯将是关键,能有效减少健康上的风险。 12生肖流年运势 天盘关禄功 2025年,天童星与巨门星同坐于流年天盘关禄功,三方逢天机星画禄,陆存星及天良画拳,但也逢太阴星画记与空姐双煞,形成了双路记交时的局面。 这种煞记组合显示鼠记的同学在工作上会被感焦虑与压力,容易因口舌失误而得罪他人,特别是在表达意见时可能会遇到阻碍。 巨门星主口舌是非,太阴化记则加剧了情绪上的波动,让鼠记的同学在工作中感到特别烦躁和不顺。 尽管如此,天良心画拳预示着长辈的帮助会成为你这一年工作中的重要支柱。 建议遇到困难时,主动请求长辈或上司的协助,透过他们的力量来化解困境。 这一年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需更加谨慎,不宜过于急躁,若能减少争锋相对的态度,并以躺平心态应对,反而能降低压力,稳步推进。 生肖机,流年运势总结 2025年对生肖机的运势总结为,这一年个性豪放磊落,生活富足充实。 由于命工及夫妻工皆为空工,这一年在生活上可能感到缺乏明确的目标或方向。 尽管如此,鼠机的同学展现出豪爽大方的个性,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卓越的领导能力,对人诚恳负责,具备良好的交际能力,能吸引不少人际关系的助力。 然而,空工的影响让你这一年容易缺乏定性,随着环境的变动而改变计划,难以专注于长期目标。 建议鼠机的同学可以考虑将精力投入于公职考试或长远的职业规划,这样能帮助你在无目标感的年份中找到方向, 并凭借你天生的责任感和稳定的个性,在考试或事业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。 专注于稳定的目标将有助于你在变动中保持内心平衡。 男命女命 流年趋及避凶指南 男命 2025年应保持轻松的心态,但不失积极进取。 在富贵中能够保持谦逊本性,即使处于贫穷或困难时,也能自得其乐。 虽然这一年会遇到不少挑战和惊险的情况,但最终能在事业上获得令人满意的表现。 男命应该谨记,不论外界多变,只要内心保持稳定,终能突破困境,取得加紧。 与命 这一年需多留意女性近亲的健康状况,尤其是年长的女性家人。 同时,凭借卓越的才能,能在事业或工作上获得发挥的机会,即使遇到险境,也能化险为夷,成功克服困难,并在危机中取得突破。 与命在这一年能展现出坚韧的毅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,从而获得尊重与认可。 无名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在这分享与讨论紫薇斗树相关话题。 诚挚地邀请您,动动手指,订阅我们的频道,打开小铃铛,选择接收全部消息。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,也请点个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 此外,我们热切期待大家踊跃使用超级感谢赞助的功能。 这不仅是对无名老师频道的实际支持,这些赞助更将直接帮助提升我们在影片编辑, 录音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水准。 您的每一份赞助,都是对无名老师创作的重要支持,有助于我们提供更优质的内容。 感谢您的慷慨支持,共同见证无名老师频道的不断进步。 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首页扫描,QR Code,加入无名老师专属的LINE群组或FB社团。 这样您就能更深入参与我们的社团讨论。 敬请期待,下一集的节目再会。 最后,无名的师傅说。 2025年是以四年,也就是青蛇年。 无名老师对整体的股市经济做以下的预测。 以四年的年甘之是以鼠樱木,四鼠樱火,木生火,木火相生。 这代表2025年的股市经济状况可能还有机会赚到钱。 由于木火相生的关系,表示在2024年各国股市皆创新高后,预示着市场波动会有如木火燃烧一般,时而兴旺,时而低迷。 虽然2025年各国股市不会像甲成年那样屡创新高,但依然有获利机会。 因此,大家投资时需要更谨慎地规划投资策略。 樱木与樱火相生的特性表明整体股市状况还算稳定。 再加上以四年有天机化录和太阴化级的影响,投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。 太阴化级建议尽量避开房地产相关类股。 虽然天机化录表示投机股还有不错的机会,但建议以稳定的ETF、基金和高股息股票为主。 投机股虽能赚钱,但投机的横财表来得快去得也快,因此需要设定好获利点,及时获利了结,否则容易到手成空,这是需要非常注意的。 以四年的以天干在天机化录天机星为南斗第三星的影响下,农历九月到十二月期间,股市可能会呈现涨多余跌的情况。 而在太阴化级太阴星为中天斗急星的影响下,农历五月到八月期间,股市可能会呈现跌多余涨的情况。 在农历一月到四月期间,由于没有路纪的引动,股市可能会受到市场上下波动的影响,这段期间涨跌互建最终可能会回归年初原点附近平衡状态。 以上是对2025年整体股市经济的预测,吴明老师希望这些投资建议能帮助大家更好地把握投资时机,做出明智的决策。 祝大家投资顺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